美军开始拉人入局,依靠导弹发起突然袭击,帮助沙特进行反击。 近日,美军的活动开始多了起来。他们先是在波斯湾增兵,然后开始对胡塞进行了袭击。 他们连着发射了数枚导弹,取得了不错的效果。 其实美方这样的行为,是为了帮助沙特进行反击。 然而,美军此次更重要的是让沙特入局,因为他们与胡塞之间也打了很多年,但是并没有讨到好,所以美军此次的帮助,并非是免费的,更是希望通过这样的行动,来得到沙方的支持,让自己更容易掌控局势。 而且,沙特军其实也非常需要美的帮助,因为与胡塞交战多年,并没有将其打得怎么样,反而胡塞打得越来越好。 沙特军自己抵御不住他们的进攻,因此,沙特军也需要一些援助,来帮助自己进行攻击。 沙特军其实美军此次的行为,也没有表面上那么简单,虽然只是发射了几枚炸弹,但确实起到了震慑作用。 但是单凭几枚炸弹还是改变不了战局的,最多的也就是警告,而且这种警告也不只是针对胡塞。 因为最近伊朗的势头也很火,更是与美方的关系不怎样。 而他们正是支持胡塞的背后势力,所以美军这样的行为,其实也是对伊的一种警告,让他们要小心自己的行为。 而美军此次想拉杀方入局,其实也是想让他打头阵。 因为自己如果行动再过多,很容易被他人指责,会有很多的负面影响。 所以因此,他们需要一个国家来做先锋,好让自己能够脱身,也有利于舆论导向。